空心菜清洗干净 锅中放入油 蒜头爆香 这时厨师拿出秘密武器 气泡水 坊间流传加入气泡水 可以让炒空心菜维持鲜绿 不会变黑变黄 厨师说加气泡水或小苏打原理相同 创造出碱性环境 让叶绿素变成叶绿酸 青菜颜色因此变鲜绿 但这样一来营养孔根植流失 厨师建议改放入一点糖 同样能维持青菜翠绿色泽 第一个火候的控制 那第二个我们在炒青菜的时候 可以放一些糖 菠菜或是A菜 它铁质比较重的东西的话 其实也可以让它的 不要那么快氧化 其他热炒厨师起锅前 也会倒点麻油 让麻油包覆青菜 保持脆绿度 气泡水还能用来煎蛋 吸血鸡蛋加入葱花泰国虾仁 同样倒入气泡水 不管厨师怎么煎怎么翻面 煎蛋依旧维持完美形状 包覆馅料外酥内软 秘诀就是气泡水 能让煎蛋或烘蛋 表皮一酥脆 但厉头维持软嫩 外酥内软的话 可以放一些太白粉水下去 就像烘蛋这样子在操作 那煎起来会比较扎实 然后里面会暖暖的 想跟热炒店师傅学学 热腾腾料理维持度 不妨试试看这些小贝卜 记者杨氏旭杨湘台北报道